大西 интересно 互相的 像是在小冰 doubled 她的寶貝 也很高 她的寶貝 她超級好吃 然後先把她撥開一點點 這個眼睛很多人都問我說 這牌子是什麼牌子 技巧 Yu have me and I have you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好奇我YuNiKlo買了什麼 嗨大家早安 我現在呢要準備來用我的頭髮 先不要管我前面這個白色這個 這個是 早上刷牙的時候牙膏掉下來的 會不會太real 喔對我想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你們看我現在的皮膚 其實沒有到很好 因為我現在是生理期前 但是如果你是之前就看我影片的朋友 你應該就發現我的皮膚就是 大好大壞 有時候顆粒感就很重 就是生理期前就特別的明顯 而且我現在就是還有這樣一些生理痘就是下巴這邊 最近我不是開始作水肥作嗎 我覺得最大的改善就是生理期前的膚況 真的有改善 像我現在啊我雖然皮膚沒有到很好 我進牌給大家看 我現在皮膚雖然沒有到很好 但是跟以前比起來 我的顆粒感已經減少非常的多 厲害喔果然就是角質堆積 再加上因為生理期前那個荷爾蒙分泌 所以整個皮膚很容易亂掉 真的真的真的定期的生成保養真的很重要 這是我最近 就是 學到的事情 因為我以前就覺得 不需要花那些錢吧 但真的有差欸 然後我要來夾一下頭髮 我以前都會把它夾得很直很直 但我現在有一點點喜歡 它有點微包 沒有這樣真的這樣拱起來 但是我就會把它微包 就是夾順 像你們剛剛看 我還沒夾起來那個髮型 就是我剛剛睡起來的髮型 我覺得設計師都把我的短髮剪得很好欸 它都不會讓我亂翹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還是因為 頭髮一定要吹乾 有吹乾 起床的樣子真的有差 很多人問我說怎麼整理 但其實也沒有說 一定要怎麼整理才是對的 因為你們看我現在就是 整個就是帶過而已 讓它帶出光澤感 然後有一點點自然捲的地方 像這邊 耳上這邊 我會比較自然捲 這邊就把它 髮跟帶順 就好了 我就沒有做太多餘的動作 以前我會把它故意拉直 會比較花時間 但最近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內包 也蠻 好看的 有那種小姐姐的感覺 拉直比較年輕一點點 然後 內包比較內斂一點點 其實我今天本身 自己還有很多事情 例如說 我有參與我們公司的 IG的投稿 就是我們 銷售人員會去PO文 然後推薦我們 喜歡用的產品這樣子 然後呢 今天我要教我的PO文 所以 Pitch家直播完之後 我應該就會去咖啡廳 寫文章 你每次公司的IG文 就是不像自己的IG一樣 寫一寫就可以立馬穿 他們還要經過神盒 什麼的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然後瀏海呢 其實日本人沒有在很care 瀏海要很捲這件事情 所以 就把它 順順帶過就好了 What 就順順帶過 請相信我 就這樣子 就這樣就好了 抹油 Truck的髮油 然後抹油的重點呢 我已經講過 非常非常多次了 一定要從 內部 然後跟髮尾的地方開始抹 內部 跟髮尾的地方開始抹 為什麼呢 因為內部是 最容易 有自然捲毛罩 跟蓬鬆起來的地方 因為濕氣會比較重 所以呢 從內部 就要把它 壓下來 然後剩下呢 再抹到表面 這樣 你的頭髮就不會覺得 你的頭髮很濕 很油的感覺 好了 完成 最近就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 戴一下髮尾 戴順它 就可以了 這樣子 嗨我已經換好衣服囉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什麼 我今天穿一件 非常秋天的這種背型 它是有點毛泥 的這種材質 然後是混之 黑灰白 這種三個顏色的設計 下面就是一件黑色的 西裝褲 這件超好看 這件是 喔我沒有拉拉鍊 這件呢是 我預購了 許久 然後它現在終於送到了 馬上穿上 然後因為我等一下要去咖啡廳工作 所以我就背了一個包包 然後耳機 就這樣子 吃 我現在在Peach直播結束了 然後我現在回來銀座這邊 因為我想要去咖啡廳做一下我的 原本工作的工作 我想要去咖啡廳做一下我的工作 所以呢 現在要走去 Starbucks 這件毛泥上衣真的超好看 剛被Peach狂稱讚 會比較好看 油燒 最好看 油燒 最好看 油燒 放在天氣 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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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結束了星巴克 然後我想要去逛個街 我最近想要去買新的口紅 然後想要去看看新的顏色 耶 嗨 我現在已經回家了 我剛剛去三元百貨看了一下口紅 然後又去ZARA逛了一下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這樣子逛一些實體地面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逛實體地面都是那種 不是算是閒晃 就是有目的的逛其實比較多 這一次我是真的就是沒有目的的逛了ZARA 然後逛了很多品牌的口紅 然後最後選了這個顏色 很好看 就是那種這樣子素素的擦也不會覺得很奇怪的那種裸橘色 我最近就是很愛這種顏色 然後在ZARA呢我也選了幾件好看的衣服 但是因為ZARA就是衣服其實我覺得有些質量好很好不好的 就是還蠻差的 尤其是因為他們衣服都掛在那邊 所以 就是 比較多人 試穿啊什麼 就是有些版型 我就會蠻在意的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買 但是有幾件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有存在我的APP裡面 因為他的衣服的那個標 是可以直接掃描QR Code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收到那件衣服 所以我有幾件單品呢 是有放在APP裡面 如果我哪天想到我可能就會拿去下單之類的 好 那現在呢 我要來吃晚餐 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是Seven賣的炸醬麵的醬 它超級好吃 它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就有那種碎肉跟炸醬麵的醬 真的就是有那種家鄉味的感覺 所以我最近非常非常沉迷於這個炸醬麵 重點是我每次去Seven 我不知道是我們家這附近的那個Seven 這樣還是其他間Seven都是這樣 我每次去都只剩下兩三包 兩三包 所以我每次都會把它買光 這是不好的示範 但是我是真的會吃 如果我跟我男朋友吃 我們可能就會放個兩三堵麵 基本上一個 這一個就是一人份嘛 所以我們就會用兩三個 所以就不夠 因為它這一包裡面才三個 所以我就每次看到它 有剩下兩三包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買起來這樣 那我要先來做菜 然後我跟你講這道料理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之簡單 它就只需要烏龍麵 跟你如果需要吃肉或是菜的話 再把它加進去就好 但我今天就是想要吃最簡單 就是那種小黃瓜很多的炸醬麵 因為最近很熱 我覺得小黃瓜真的是超好吃 然後我要先來處理烏龍麵 像日本這種超市買的烏龍麵 我在講什麼 他們幾乎都是可以泡水 然後去微波加熱 就可以直接吃的 然後先把它撥開一點點 然後去微波加熱 醬料我還是會炒過 但基本上 它那個醬料是說 直接加在麵上吃就可以 但是我還是會想要把它炒香過 然後加一點我想要加的蔬菜進去 像我今天就想要加豆芽菜跟菠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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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各位 我覺得我把它做得很像素食 哈哈 素食炸醬麵 噔噔 嗨大家早安 我現在呢要去咖啡廳 編輯影片 然後回一些訊息 希望我可以剪完 我想要剪完的部分的影片 然後下午呢 我會跟我男朋友久違的去營作買東西 欸我們兩個真的很久很久沒有去買東西的這個行程 很難想像吧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很少一起出門買東西 等一下這話題怎麼很像用鬼打槍 反正呢今天是一個我很期待的行程 然後我今天又戴這個眼鏡 這個眼鏡很多人都問我說這牌子是什麼牌子 但其實這個牌子沒有什麼特別的牌子 它就是那種很便宜很便宜的品牌的眼鏡 就像台灣199299那種便宜的牌子 然後它也不是有近視度數的 只是我有時候 例如說黑眼圈啊睡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像我現在生理期這邊就長痘痘 我就會戴眼鏡把它遮住 緊尺 它就是一個造型而已 언제看你是夜出門 兩 byte 我們從材料所看到的 我們 creat心拍攝 享受 dado The whole world dreams of We'll never give up You'll be enough for me I'll give you my heart My love you see You're all I'll ever need 剛剛穿的那個洋裝已經濕掉 所以回家換了一套 這件呢就是我之前在ZARA看到很想要 後來我還是下班了 就是這件 針織背心 可愛吧 傍晚的前草 我好像很久沒有傍晚來勒 好漂亮喔 我們剛去爬了一個燒肉 我給你們看 我們現在是70號 但是我們前面還有 適食主人 超誇張 但是因為又很想吃吃看 所以我們就打算 排隊 然後在那之前我們就先喝 紅茶 墊墊肚子 這個是黑糖 烏龍 珍奶 微糖 正常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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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又吃一點東西 現在心情就比較好一點點 不然生理期二肚子真的是超不舒服的耶 然後我們現在來UNIQLO這邊 因為你們知道嗎 UNIQLO今天 因為今天是 9月15號 今天是UNIQLO C的開賣日 我要來看看UNIQLO C Yay 這件也不錯的 可是我不喜歡它的腰間這邊是雙緊的 我現在是穿的這個縫衣衛套 完全不適合我耶 我們回來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好奇我UNIQLO買了什麼 其實呢我們剛剛UNIQLO逛完完之後 我們還要去大創 所以我就一起分享 我在這兩間店買了什麼東西好了 首先 先來分享大創 大創的話呢 我跟你講 我們之前就是 很蜂蜜這種收納盒 這是兩個一組 然後 我們會把它拿來什麼用呢 就是 煮好一些配料配菜 然後就會把它冰在冰箱 或者是飯煮熟之後呢 就把它分裝起來 所以要吃的話呢 就是一個飯 一個菜這樣拿出來 就可以直接吃了 還蠻方便 尤其是它在家裡上班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這一個 它就是這種指甲的那一種 磨的粉 然後它就可以變這樣子 有光亮的感覺 這個呢也是我 看日本那種 美甲教學的影片 被燒到的小物 因為通常這種粉 我曾經買過快兩千多塊的 比較好一點點的粉 但是因為我磨起來 就還是失敗 因為我覺得這粉真的是 很吃技巧 就是它看起來很簡單 影片看起來也很簡單 真的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直失敗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我就買便宜的來玩就好了 所以我就買了大創的 以上呢就是在大創購買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很少 然後 UNIQLO呢 這一次我去 我是要看那個 UNIQLO的C系列 商品照片 我覺得還不錯 但到了現場 我不知道是因為現在其實 還沒有那麼冷還是怎樣 我就沒有被燒到很多 他們這次是跟一個英國設計師 他是之前紀凡希的創意總監 他整體設計的風格 我就是覺得比較那種 精緻生活的感覺 就是 你一般可以穿 可是他又把它設計得非常的有質感 我覺得有幾件都還不錯 但是我自己後來就都沒有下手 可能之後再看看就是 要不要再去購買它之類的 我買了另外一個是現在可以立馬穿到 我就是一個 算是很理性派 就是我真的是買我需要的衣服 像這一件 這個針織 這個針織應該大家被燒到不少了吧 這個針織衣呢 就是我被日本youtuber燒到一定快不行 然後 上禮拜PT影片又在分享這一件衣服 我就覺得 怎麼所有穿搭博主 全部都在分享這一件 我是不是應該也要來這一件呢 所以我就買了 我覺得大胸穿起來也很好看 這一件我size是買L號 我原本都是穿M號 但這件因為針織它是比較緊身 如果穿比較緊身 就是針織這邊會有那個 被扒開的感覺 我不太喜歡 所以我就買了大一號 另外一個商品是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也是現在走在路上 有十個日本女生 至少有兩三個一定會背這個包包 而且它就兩個顏色 一個就是這個咖啡色 另外一個就是黑色 它就是很簡單很基本款 然後容量很夠 然後它底下的寬度又那麼夠喔 然後重點是我覺得它拉鍊很好拉 很順 就是以這個價位它是 它是2,990日元 以這個價位來說 這個包包真的是 性價比還蠻高的 所以我就買了它 因為我覺得這種便宜又好裝的包包 真的很適合日常拿來裝的 因為我平常如果要帶相機出門的話 的確東西真的會比較多 所以我有時候很想要帶那種很流行性的 或者是很搭配性的小包 我就沒有辦法 但我最近就還是想要小包 所以我最近就是有偷懶 沒有帶複製出門 接下來呢 我要來分享我跟莫福特這次合作的系列 登登 這兩件商品呢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我很愛用的商品 然後在影片中也有出現過幾次 它可能比較少 因為它我主要都是拿來上班用 但是休假 今天影片 這個你們應該就看過很多次 那我來說明我實際使用後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出 然後其實都大同小異 但我為什麼會喜歡這件產品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優惠的詳細內容呢 介紹完商品之後再好好的跟大家分享 反正呢我這次真的很緊張 然後又很興奮 因為我覺得真的有一種 我要把我覺得很好用很好用 然後對我生活幫助很大的東西 推薦給大家 好首先就是這個手機架 我自己一個人吃飯時間 不管是上班休息時間的那種午餐時間 還是我一個人出門在外 例如說去咖啡廳啊 去餐廳吃飯等等的 我都一定要配著Youtube 或者是看任何影片或聽音樂的人 然後我之前沒有這個腳架的時候 我都會把手機就是平放在桌上 或者是把它架在可能 某個碗上面還是什麼之類的地方 可想而知就是 因為角度不太對 所以你看的也會很痛苦 尤其是平放的時候 脖子這邊真的會非常的痠痛 它對健康真的是不太好 然後我有想過要買那種 呃...專門腳架的 它是可以這樣子開 然後你手機就可以架在上面的那種 真實的腳架 可是我又覺得那種 你要把它放在包包裡面 我覺得有點多此一局的感覺 自從我遇到Move都這個之後呢 它很好的一點就是 你看它是這樣子 磁吸式的 非常的輕 也非常的薄 你不管是把它放在包包裡面 還是把它就是 直接讓它永遠都貼在手機後面 我覺得也很好看 然後重點是它還是卡架 它這邊打開呢 可以放 它官網上是說可以放三張卡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手上的卡比較厚 例如說我常放進去的就會是 工作的時候的通行證 去健身房的通行證 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但我不會永遠都固定放在這邊 我就是那時候需要什麼 我才會把它放進去這樣子 平常呢 因為我還是不習慣 手機後面有東西 所以我是把它這樣子 另外放在包包裡面的 但是也完全不站位 而且我到現在 它每一天 我不管換哪個包包 它永遠都在我的包包裡面 然後我覺得它幫助最大的呢 並不是放卡這個部分 幫助我最大的是呢 因為它可以 這樣子直立式的放 然後也可以 這樣子橫的看影片 然後又可以這樣子 這樣橫的放 這個高度是我最喜歡的高度 因為它真的比較高 而且呢 你因為有這個行動腳架 你就可以調整 你自己要看影片的那個距離 我覺得真的 舒服很多 我現在中午吃飯時間 真的是 超愛用它 我每次拿出來 我都是那種 我有這個東西的那種感覺 再來我最喜歡的一個就是 筆電的支架 這筆電支架真的是 怎麼講 因為筆電支架的款式 真的太多了 我那時候就是 為了要找筆電支架 找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主要呢 我覺得它真的是那種 你有了它 你會讓你的生活便利非常的多 因為我是一個沒有書桌的人 你們會發現 我每次打電腦的時候 都是在客廳的那個小桌子 然後茶几小桌子 它的缺點就是呢 因為它不是真正的書桌 所以它的高度一定不是那種 很完美讓你人體呈現一個 非常舒服的一個辦公狀態 所以我每次其實都是 從側面看我的脖子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男朋友呢 我老公 他就會常常提醒我說 欸脖子 要伸直 背挺直 他就會一直提醒我這些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 可是這樣子 我就要變成這樣 往下看電腦很痛苦 所以我才開始找了這個支架 因為我沒有支架的時候 脖子真的真的是 酸痛到晚上睡覺都睡不好 然後甚至是 開始有點偏頭痛 這個腳架呢 它就是這樣子貼在筆墊的下面 所以它非常的輕 它就是非常的輕 它甚至我覺得 比剛剛手機的那個支架還輕 因為手機支架 它裡面有磁鐵 而且它這個貼膜的那個啊 它是可以重複性撕下來的 我那時候為了要找它的位置 重複性撕很多次 然後也都不會沾黏 或者是不黏 再來就是它有兩種角度 一種就是給你打字用的角度 一種就是給你觀賞用的 例如說看影片啊 閱讀用的角度 我覺得這兩個角度 真的超級棒 而且因為我常常帶它去咖啡廳啊 或者是我家這個小茶几 用電腦 我覺得它就是各種 桌子的高度 它都可以讓你有很完美的比例辦公 而且還有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有做指甲女生 你就會知道指甲稍微有一點點長度的時候 其實很難打字 就是打字就會卡卡的 有了這個之後 因為它會讓你的筆鏈斜斜的 所以它會讓你用指腹去打字 這個呢也是我有了這個指甲後才發現它的好處 真的讓我指甲不會痛 這應該算是另外的小驚喜吧 我自己使用下來的小心得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它不會髒 你們可以看 我完全沒有擦過 就是真實的一些使用的痕跡等等的 我真的帶它去各種咖啡廳 各種地方 我覺得它蠻耐髒的 所以我很喜歡 好那這一次的團購優惠呢 其實是我自己去跟草商談的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在寫信的時候非常非常緊張 但是我又覺得我很想把這種 你有了它生活就會變得很便利 你還離不開它的東西 我想讓大家跟我一起試用 或者是你本身就知道 然後你可以用到優惠價格去買它 像Mofuto這個品牌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是Mofuto呢 是在日本的各大電器的那種選品店 都會出現他們家的牌子 他們家其實是美國的牌子 而且整體的設計非常非常中我的意 因為它的 不管是顏色還是設計上面 都是非常簡約大人感 然後優惠詳細呢 我以上這兩樣產品 手機的腳架跟這個電腦支架 這兩樣產品呢 是85折的優惠 你們可以直接從下方說明來 我會把連結貼在那邊 按進去它就可以自動有優惠價格出來 然後另外我還談到了 除了這兩樣產品之外 其他產品也有我的特別優惠價格 但是你要在下單之後 有個優惠碼的地方 你要再輸入Footing 就是我的名字 它就可以再打9折 有需要的朋友 好不好 買起來 然後如果你是做辦公室的朋友 拜託 前後左右鄰居的同事 都一起團購起來 然後團購限時一個禮拜 現在你們看到這支影片呢 就剛好是優惠網站也同時開放 所以呢 趕快去看一下 有沒有你們需要的東西 這兩樣是標配 拜託 一定要先買這兩樣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禮拜再見 掰掰 1